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受到惊吓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 《灭绝》 地球上突然爆发可怕的丧尸病毒 成千上万的人被病毒感染 化作丧尸死咬人类 正常人的数字直线减少 帕特一家和好基友捷克乘坐疏散大巴前往隔离区 不料在途中被丧尸包围 两车人里只有这四个人活了下来 然而由于帕特恃久成性 自己的妻子死在了丧尸手下 杰克无法原谅他 便抱走了鹿独自抚养 九年后地球上的人类所生无几 城市全都衰败 杰克带着女儿和帕特 生活在远离城市的乡村 他们俩的关系从帕特妻子死的那一刻开始就闹掰了 帕特很想跟鹿一起生活 他很想在他生日的时候给他送自己做的蛋糕 给他唱生日快乐歌 但他知道杰克不可能会给他开门 就在这天晚上 鹿被噩梦吓醒 他仿佛听到门外有什么声音 提着灯在窗台上往外看 竟然看到了一个变异的丧尸在咬围栏 他吓坏了 第二天杰克在床底下找到了他 他描述了丧尸的样子 但是杰克不知道丧尸已经变异 所以并不相信 路跑去院子里玩 遇到了隔壁的帕特 这似乎是他们多年来第一次相见 帕特有些不知所措 想找话题和他聊聊天 却被杰克愤怒地阻止了 他只能继续去打猎 没想到这次竟然在仓库里发现了丧尸的踪迹 他赶忙锁上仓库的门回家 却在半路翻了车 丧尸很快就追了上来 经过九年的进化 他已经发生了变异 只会追着声音跑 没有对装死的帕特下手 帕特立马扶起车子赶回家 却再次遭到了丧尸的袭击 杰克正在院子里教女儿用枪 他没有选择帮帕特一把 而是在旁边看着然后进了屋 幸好帕特忠诚的狗狗救下了他 然后牺牲了 帕特回家后发现自己被咬了 但是却没有被感染 路因为杰克的不作为非常的生气 杰克为了讨好他出门采了一些花回来 路开心的给死去的妈妈换上了新鲜的花 没想到他居然还带着另一半 从破烂的铁丝网爬出了家 送去给死去的狗狗 完全不知道丧尸就在自己身后 丧尸一巴掌拍晕了路 杰克连忙追出来 但根本打不死眼前的丧尸 幸好有帕特救下了他们 还将丧尸抓起来用铁链锁在门外 为了报答他 杰克和路邀请他来家里吃晚餐 帕特为了见女儿用冰水洗了个澡 还把自己的长豆发全都剃掉了 这顿饭他们都吃得非常开心 第二天俩既有决定去寻找新生活 却在路上见回来一个受到惊吓的女人 他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说到一半就听到了门外丧尸的喊叫 一枪打死了他 帕特说没关系他不会伤人 女人告诉帕特 丧尸是在呼唤自己的同伴 话音刚落 房子周围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怪叫 三个成年人立刻进入防御状态 路则躲进了地下室 没想到这下面只好藏着一只丧尸 路不敢发出声音 楼上也陷入了苦战 幸好女人及时发现将路救了上来 然而弹药不够了 他们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帕特决定牺牲自己引开怪物 和路做了最后的告别 然后就死在了怪物的嘴下 杰克带着女人和路逃出生天 迎接他们的将会是前新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